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常用的运动疗法 那么我们研究解释呢 有氧运动能够友善的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 而无氧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呢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性 而国际运动心理学会也就是ISSP曾经指出 身体锻炼呢每周至少要坚持2到3次 每次20到30分钟 而且中等以上的强度 这样才可以获得满意的一个干预效益 那么我们首先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跳绳 跳绳呢它既没有一个过高的这个器械上的要求 也没有一个技能上的要求 那么跳绳呢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人的身体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头脑需要的上下的快速移动 来加成我们前停器官的功能 而这些呢都可以使我们的人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从而提高我们自身的自信心 那么跳绳的速度呢我们一般说呢 大概一分钟是30到60次 那么隔天进行每次坚持10分钟即可 此外呢散步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我们散步的环境呢 尽可能选择一些优美的安静的环境当中散步 我们知道散步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的体验 那么短期的散步它它的效果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我们推荐的散步坚持是每天步行1500米 那么这种1500米呢需要大家在15分钟内快速的走完 所以大家现在也知道我们在很多的训练场上 或者是运动场上看到一些人急走 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 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慢慢的缓慢的散步 而是快走急走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可以加大我们的散步的距离步伏等等 最开始的15分钟到后来慢慢的我们坚持到45分钟 那么大约走完全程是4500米左右 那么其次呢就是跑步 那么跑步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健身的运动方式 那么在跑步过程当中呢 大脑会分泌很多内分泌态等等 这些快乐的激素 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愉悦的情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词叫做跑步者高潮 也就是说在跑步过程当中 当我们的各种快乐激素大量分泌的时候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跑步者高潮 那么这个跑步时间大家注意 我们一般的是以傍晚为宜 那么速度呢一般的是每分钟大概跑120步这样的一个频次 那么每周呢也是跑三次左右 每次跑30到50分钟 我不知道舞琴系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舞琴呢顾名思义就是五种琴类动物 那么我们在做舞琴系的时候呢 运动方法是每天要练习一次 同样最好是在半晚进行 每次持续时间是1到1.5小时 所以偶尔的你会在运动场上看到一些 很奇怪的锻炼方式 那么有可能就是舞琴系哦 此外呢我们现在全国都流行的 有人欢喜有人忧的 就是我们的广场健身舞 那么其实广场健身舞呢 对我们抑郁症而言呢 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干预方式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也能够看得到 我们跳过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健身舞呢 一定要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进行 而且每组呢 不要超过15个人 不要人数过多 此外呢 要保证我们一种集体活动的这个乐趣 如果是人数过多的话 那么个体呢就容易被忽略 反倒产生一种抑郁的情绪 那么每周呢 也是进行三次 每次要持续20分钟左右 那么这里边呢 我有必要重申一下就是说 我们健身舞的选择一定要有适宜的场地 那么我们现在呢 很多的广场舞大妈们 她是在什么上跳舞呢 是在水泥地上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因为水泥地本身它是没有弹性的 这样会对我们的膝盖造成损伤 所以健身舞的这个场馆的选择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方式 就是足球 那么我们对抑郁症而言呢 它也有一种量法 就是足球量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根据我们患者的爱好呀 或者是他的身体状况来选择 我们每组选择10人左右 而且这种呢 并不是这种竞技性的 我们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 每周两次 那么每次同样是30分钟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武术 太极拳 每周四次 每次20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其他的集体运动 比如说球类运动啊等等 那么新近呢 我们的医学期刊刘叶刀的一个子刊 发布了一个新的 基于12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发现呢 对于精神治疗而言 有锻炼的就是比没有锻炼的要好 而在锻炼过程当中呢 他又以这种群体活动 骑单车和这种娱乐性的 这种健身操项目 作为前三者行列 那么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同学 或者是你再进一步的 推荐给周围的身边好友 那么从而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远离郁郁 运动健康快乐的生活 谢谢大家